二十七 二是怨离交敌 知百言百乃中世 世迁而应激所说乃治世也 本题为两个问题 上言交敌俱害的关系 下言中世治世的区别 交敌俱害之一狂二 点滴之音唯无巨事 就是说 骄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敌人 他是要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害的 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一点 就自己夸夸其谈 将其吹成两点 抬高十项 吹捧自己 或者得到很少很少的一点经验 而说他具有很多很多的知识 明明自己肤浅拥薄 非把自己说成身后渊薄 这种人就是骄傲的人 一个人如果骄傲了 目空一切 妄自尊大 别人就会认为你虚假不实 包括你的朋友 亲人和其他人 往往就会离开你 不愿意和你来往 此时 你要想成就事业 是不可能的 因为没有人来帮你 所以说 这是事业成就的一种死敌 中事 智事 怎分别像 人们 在社会生活当中 分成很多个层次 这里 指前讲 怎么样来区分 中事 和智事 两种人 均远离交敌 即使 这两种人士 都是绝不可能骄傲的 知道一点 说一点 直到两点 说两点 不夸大 不缩小 这 就叫中事 明白一千条知识的道理 但是 凡能造成矛盾的 或无法给人带来利益的 就不说 或者 能给人带来利益的 能给人增长福利的就说 也就是 该说的就说 不该说的 暂且不讲 这就叫做 智事 智事的观点 是应激所说 时机不到不说 时机到了即说 一切 均为他人的幸福 和利益而说 这就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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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叫做